众所周知,俄乌战争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俄罗斯凭借异国之力对抗了几乎乌克兰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各国,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乌克兰加以援助,同时也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将俄罗斯立于不义之地。 然而,这样的风声在近期却有所改观,因为乌克兰为了战争的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不仅重用被誉为新纳粹的亚素营组织,同时还在战术上搞屠杀与种族歧视,触及到了世界各国的底线。 在目前的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乌克兰已经开始被誉为了新型纳粹,乌克兰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天的?他们又做出了哪些违背伦理刚常的事情? 纳粹思想作为一种给全人类都带去过沉痛苦难的观念,几乎受到了世界全体人民的鄙视。 但这种思想在二战结束后,其实并没有灭亡,而是在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新的发展。 新纳粹的本质就是思想层面的恶化以及对自身种族的崇拜,他们否定二战时期纳粹实行种族灭绝的历史, 同时对希特勒等人抱以纯粹的惊重,是一种令人唾弃的历史修正主义。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苏联刚刚解体的那段岁月, 冷战格局的破灭不仅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同时也让东欧以及中亚等曾被苏联控制的各个国家陷入了发展的困惧。 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统一政权定为能及时稳定, 造成了大量的非暴力革命。 革命者以各种言则为图腾,要求政府进行更迭。 虽然革命的过程看起来是非暴力的, 但是在革命进行的途中,一些极端的思想却萌根发芽, 在后续逐渐演化为了种族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这些民族主义者被定义为新纳粹, 他们被各国政府所排斥,几乎没有立身之地。 新纳粹的思想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都有所发展, 并且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社会影响。 不过以上国家的新纳粹成员基本都被牢牢控制甚至起诉, 没有形成新的灾难。 然而乌克兰却接受了新纳粹的思想, 同时在国内衍生出了抱有新纳粹思想的相关军队, 甚至将这些军队送上了战场。 然而到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正式爆发, 卢干斯克与涅茨克地区的清俄武装和乌克兰的政府军发生了冲突。 这场冲突早期,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力较低, 所以他们为了胜利选择招纳了所谓的东部兵团。 这些东部兵团的成员, 大多数都是新纳粹主义的狂热分子, 他们奉行所谓的白人至上, 在战场上手段极为残忍。 在东部兵团之中, 亚素营绝对是一支最为臭名昭著的队伍。 作为一支志愿武装, 亚素营的军事实力强劲, 成员全部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的存在也让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僵硬。 从新纳粹主义在乌克兰的历史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乌克兰在危机面前并不排斥使用新纳粹主义分子的力量, 即便这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的国际形象。 然而当俄乌冲突真正爆发之后, 乌克兰对新纳粹思想的纵容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早在俄乌冲突真正爆发之前, 乌克兰就已经和亚素营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当普京宣布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乌克兰就立刻调动了亚素营的力量, 进行在前线的反抗。 亚素营的士兵与俄罗斯绝对是一对老冤家, 自2014年开始, 双方就经常在顿巴斯地区展开交锋。 在这个过程中, 亚素营向俄军用了不少狠招, 他们不仅无视平民进行重火炮的轰炸, 甚至连学校和医院这种场所都不放过。 整个顿巴斯地区在八九年的事件里, 被亚素营炸翻了天, 没有几座公共设施能够逃过他们的毒手。 与此同时, 亚素营的士兵还公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武器白鳞蛋。 白鳞蛋是一种违背人道的武器, 具有超高的燃烧温度以及难以扑灭的特性, 人体在沾染上白鳞蛋之后会直接被烧穿皮肉和骨头, 根本无法及时驱除。 由此可见, 亚素营是一支为了胜利毫无底线的军队。 更加令人感到愤恨的是, 亚素营还在顿巴斯地区进行过无差别的屠杀, 并且对尸体进行残忍的分尸, 在顿巴斯地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乱葬杠。 联合国曾经对亚素营在顿巴斯地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详细的报告。 报告表明亚素营等武装分子不仅动用了反人类的战争手段和武器, 同时还做出过抢劫、抢奸、屠杀等暴行, 手段极为残酷。 根据统计, 截止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以亚素营为首的武装分子就已经在顿巴斯地区直接导致了13000多人失去生命。 而在战争爆发之后, 亚素营成员又用出了一记狠招。 众所周知, 俄罗斯的先头部队是车臣军。 车臣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 几乎整个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 而亚素营为了对车臣形成震慑, 居然在子弹上涂抹猪油。 伊斯兰教将猪食为不纯洁的动物, 在平日的饮食和生活中都对其有所避讳。 而亚素营居然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信仰伊斯兰教的车臣士兵, 足以可见他们那近乎于病态的残暴。 说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些都是亚素营的所作所为, 与乌克兰政府无关。 然而, 亚素营的战士们在子弹上涂猪油这则消息, 正是乌克兰的国民卫队在2022年2月28日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 这则推文被发出后, 立刻引发了全世界人民的不满。 许多信仰伊斯兰的个人媒体和官方组织公开对亚素营 以及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表示谴责。 在重大的压力之下, 乌克兰国民卫队才在两天之后删除了推文。 而且, 乌克兰早就已经把亚素营纳入了自身的国民警卫队。 在官方认定的层面上, 亚素营可以被定义为乌克兰的政府军。 由此可见, 至少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 乌克兰是与亚素营这个信奉新纳粹主义的组织牢牢站在一起的。 这其中的对错是非, 实在是令人深思不已。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 亚素营的相关丑闻不断被俄国媒体披露。 这让很多西方国家的网络用户对乌克兰产生了由衷的反感, 认为俄罗斯人去纳粹化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俄罗斯军队的努力之下, 亚素营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在2022年5月17日, 俄罗斯司法部门正式宣布 亚素营为国际恐怖组织, 禁止了亚素营在俄罗斯境内所有的活动。 而就在同一天, 被俄罗斯军队围困在亚素钢铁厂的亚素营宣布投降。 这支嚣张了将近十年的武装, 在俄乌战场上的使命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 亚素营只是乌克兰军队中心纳粹主义的代表。 除了他们之外, 乌克兰还有很多军队被人扒出具有纳粹的嫌疑。 2022年11月12号, 一名头戴钢盔的乌克兰士兵记录着自己进入赫尔松地区的影像, 并且随后将这段视频发到了社交网络上。 也许这个士兵想听到一些赞语, 但人们还给他的却是一片谩骂。 原来, 这个士兵的钢盔上印有两枚交叉的手榴弹图标, 这个图标在希特勒时期是德国党卫军迭勒旺格旅的核心标志。 毫无疑问, 发布这个视频的乌克兰士兵很有可能是一名新纳粹分子。 无独有偶, 在2022年9月14日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官方办公室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泽连斯基面带微笑, 身边是几名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然而, 泽连斯基身后士兵的防弹衣裳, 明显印着黑底烫花的纳粹骷髅装甲式标志。 这张照片很快被乌克兰官方删除, 泽连斯基本人也对此闭口不谈。 除此之外, 在乌军的阵地上, 也有纳粹旗帜纳粹口号流出。 在这些影像的铁证之下, 也难怪乌克兰会被人称之为新时代的纳粹。 乌克兰的前路究竟在哪里? 如果他们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弃, 在战争当中高呼纳粹主义的士兵, 以及允许士兵佩戴纳粹徽章的总统泽连斯基会受到多么严苛的谴责。 而就算乌克兰赢得战争胜利, 互联网的记忆也不会抹平他们在战争当中的历史。 新纳粹的名字已经和乌克兰与泽连斯基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无论怎么说, 还是希望俄乌战争尽早结束, 让两国的平民过上安稳的生活, 更希望新时代的纳粹主义彻底消亡, 不再让人类回顾那段惨痛的悲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